我首先是分享我今次去Wasswana的短孫的奇遇 真的很奇遇 很特別 其實是我自己的過錯在先 什麼過錯呢? 就是我轉飛機的時候 我去到南非那裡轉飛機 就沒有看到時間了 就閉上眼 其實不是睡著覺的 就不知道已經飛機走了 然後後來知覺的時候 他說已經走了 你想去rebook那個飛機票 就是再買個飛機票 就是轉飛機票 我就打電話去 就是他跟他那裡說 他說我們做不到 你要去你的agent 他打來香港 就主要有Whatsapp 那裡有Wi-Fi 用Whatsapp跟那個agent說 他就很複雜 而且又不知道有沒有班機 然後他說 你可以試試再問他 可以不可以 我問過他了 問過他兩次 他都說不行 他說你再試試 我就再跟他講 然後他在那裡看一看的時候 他說很奇妙 那個飛機回頭 原來那個飛機沒有起飛 他走不了 某個原因他有些問題 我問過機上的人 他就走不了 他走回頭 所以我是不需要加錢 就可以轉了飛機 這個真的很神奇 神會做一個這麼奇怪的事 你沒有上飛機 那飛機不能走 他就轉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因為我飛機轉了 他的行李就拿不到 不是 轉了另一個機 他一去到另一個機 你的人不在 他就把行李拿走 放回那裡 而我們去到機場 飛到目的地 他就跟那個 當地的負責人說 我們那些行李 即我那些行李沒有來到 他就總是打來打去 都說沒有 到晚上我們再打 他不知是否在香港還沒出發 我沒有理由 就是出發了 他們總是找不到 明天都是去到那裡 他們都說 我們有些少許告訴你 但我就解了他們 我說 因為其實那個意念是怎樣來的 是我遲了萬惡祈禱 祈禱神就給我意念 他那裡轉 他應該轉回同一班 他轉了另一個班機 我搭就搭回同一班機 於是那些行李就去了另一個機 然後見到我不在 他就沒有 就沒有 拿出來 我就告訴他 然後他一打電話 他就說 下一班機會來的 一方便是他們的不負責任 但另一方便是神給我這個意念 就是在當時來講 就是神就用這個方法解決 其實當第一次我去到 第一次那個飛機走的時候 我都去祈禱 神你用什麼方法 你有神職歧視 你可以行神職歧視 叫這個 就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去得到目的地呢 而最後 神用一個很神奇的方法 那我這次去到呢 其實我最主要目的是那個牧師的 那牧師呢 都很大改變 其中都有他的影片 他都有講到的 那他呢 其中一件事 他就不是很認同輔導 那這件事大家都可以聽一下 為什麼會不認同輔導 他認為 因為事故有一天 他有一對夫婦來到 我就輔導 就是他叫我幫他 那我說 不如你們看一下我輔導 那你可以看我怎麼做 那他當我坐到的時候 他沒有多久就跟我說了 他要跟他說一下他根源的憤怒 我先等等 他還在說一些問題 我現在幫他了解他的痛苦 他的憂傷 然後他的困難 夫妻的困難 然後怎樣處理 他就已經跟我說了 你快點處理他的憤怒 然後沒有多久 他就開始 有些 立刻就教導了 你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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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你的 你的 你的 印親 怎樣 就是很多教導 那我呢 我呢 他就 我沒有叫他停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說 我現在想引導他們兩個 去找出他們兩個 關係的問題 以及引導他們去怎樣 處理這些問題 那我就做完之後 那我就過後 那我就跟那個牧師說 我說呢 我解釋給他們 我做什麼 我是引導他們 逐步去知道他的問題 讓他們面對 那但是呢 他不說服到 其實他到最後 這個時候他也說服不到 那麼 最後一件事發生 是神用的方法 他媽媽打給他 那媽媽打給他 就當他 就是當他一個小孩子 你這個 你要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那他呢 他就 他就跟他媽媽說 你不要再跟我這樣說 他就忽然想起我 我說的話 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牧師 或者那個侍奉人員 跟那些教友 講話的時候 經常都說 你要做什麼 那些人聽到 好像媽媽跟他講話 那樣 就未必會願意改的 反而呢 你引導人去知道那個問題 譬如我用過一些例子 譬如說 我們引導人 知道他的 譬如他受傷害 譬如說 譬如說 有一個人 他跟他爸爸 不開心 他會有 憤怒 或者他爸爸 對他某些事情 他不開心 那時候 他怎樣 引導他去 找出 他曾經受過的傷害 還有他怎樣 被他爸爸影響 他裡面有什麼 憤怒 有沒有處理到 還有他被爸爸影響 去找出他內心的憤怒 然後有其他人 好像爸爸 會不會他有憤怒呢 看到一些領袖 一些牧者 會不會這些憤怒走出來呢 那我就說到 為何要引導人 去一步一步 去了解他的問題 然後一步一步 幫助他 釋放他裡面的困難 為何我們要引導 我一直都有 有三堂是講到輔導的 因為很多時傳福音 我們是需要輔導的 需要用輔導的方法 在這幾天的教導 是幫助他們做得到 做得到 他們是明白這個 而最重要的是 最後的牧師都說 他說 我現在知道 為何輔導 會引導那個人 他什麼不開心 煩惱 還有一件事 即是有一件事 譬如可能 他爸爸跟他說話 他很生氣 就找出他 小時候被他傷害 接著找出 可能他太子跟他說話 他又會不會有憤怒 接著呢 教會公司跟他說話 他有這種憤怒 跟人相處的時候 又有這種憤怒 然後怎樣去一步一步 拆解 然後去幫他處理 和面對 其實對於傳福音 對於 建立的靈命 都是很有幫助的 另外 就 在這次 他們有很多人 那個開放性靈的程度 都是不太大 不過 就 有幾個年輕人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包袱 反而就很輕盛 就 有一次 就是年輕人 說到關於 dating 戀愛和結婚 原來 在一些非洲國家 其實是很可惜的 是有很多這些 就是 婚前性行為 在性行為上的罪 有很多教徒說是教徒 但他們都活在這些罪中 有很多人都很容易進入這些戀愛問題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的 有些人一樣 在現在這個時代 都會很容易在婚前有性行為 或者跟一個女生有性行為 又跟別人 但他們又說是教徒 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很大的破壞 那我就說這些 和男女的分別 和戀愛的各方面 那又是她的祈禱 那當時有三個姊妹 是特別強的 釋放 就是看著她 她祈禱就哭了 那跟著她 後來又起落 那些起落又湧流出來 那有兩個後來是充滿起落的 那這個都是看到她們 心裡很放的時候 能夠經歷神更多 那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些 還有在家時時保持 和神這個密切的關係 時時有這種好心的關係 那我上次 剛剛去完另一個國家 我是沒有給你看到影片的 那我現在 我就把那些影片放出來 我就不把那個國家的命說出來 大家應該知道了 上一次我去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 你見到是慘不忍道 就是那些 照顧得很差 就是那些 在基督徒那些地區 照顧得很差 這些是那些坑渠 其實很多細菌的滋生 是不通的 那些渠是這樣露出來的 這些其實是大便 小便那些走出來 在渠那裡流出來 但是呢 又停滯不前 這個地方 政府管理得很差 這條路 你看看 中間的泥 你可以站在那裡 兩邊都是這樣的 污水 那有一隻 有幾隻狗 他不斷衝過去 衝過去 衝過去有一隻 我突然聽到 嘩 他走下去 嘩 他自己都很害怕 好害怕 慢慢走出來 即是他都很怕那些 那些污水 這個 另一個 厲害 這個我聽到 暗一些 其實看到那些動物 很多時候 雷 很多國家都是雷 拉著那些車來走 其實看到那些雷 很低沉 這隻就算是 那個狀況 沒那麼差 有些狀況 那些身 又一塊塊 又殘 還有 冷凹凹 停在那裡 一直冷凹凹 走就要快點走 因為被人瘋打 在馬路那裡 有時到晚上 都在那裡這樣拉 那又沒什麼東西吃 那我有一次見到 一隻雷 就拉著那些東西 地下有一塊葉 他一走 一見那塊葉 立刻 又繼續走 立刻 他很想吃 但是呢 他們其實不是那麼多 給他吃的東西 這些牧師呢 五十歲左右 五十歲 而我是六十五歲 在他站在中間 那兩個都是 那兩個牧師都是五十歲 那兩個牧師都是五十歲 不是的 那裡是人 因為他們的環境差 和很大壓力 所以你知道 我們真的去幫助這些國家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恩典 他們是很大的壓力 經濟很大的壓力 各方面他們是很難找工作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是沒有和平等的機構有工作 因為很多是被人炒入獄的 不是因為他們做錯 而是因為他們的宗教原本 我們最近是因為有不同的人 是有奉獻了一些數目 去幫助他們那個基督徒的工業 那我就叫他們要給我們報告 我們 我們都有幾個牧師一起 三個教會的四個牧師 他們簽名 就是會看著這些錢怎樣用 然後是他們的 有些是他們本身的首位 有些是政府派來的 政府都不想發生這些事 我就跟他們一起拍照 這些都是政府的 這些是他們自己的 這些棍子 總之在教堂周圍的路 全部被車過 免得有危險發生 這是我之前的 之前一年跟他們 特地拿著槍來拍照 我主要是在那裡的教堂 我主要是想做訓練、侍奉的 這是他們的師班 有些是他們的學校的學生出來 有些不是的 這是我之前為他們祈禱 這是其中一個教會的聚會 這是去年學生 今年我逐個班訪去 逐個班訪去幫助他們 這也是去年 看到他們天盤也用了 然後有幾個班訪 他們都是嘗試想查到錢 再建立多兩個班訪 這是我今次去其中一個班訪 這幾個都是的 其中一個班訪我去祈禱 為他們祝福 左手邊的就是校長 旁邊的就是他們的Vision 然後其他就是老師 在這邊 這就是他們將來想建兩個班訪的地方 另外我今次去到Motswana 又發現了一樣東西 我就問他 他說我們教會很貧困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國家是沒有什麼經濟 就是沒有什麼industry 沒有工業 所以他們怎樣呢 他們國家主要入息是什麼呢 就是minerals 礦物 還有其中是鑽石 他們採取了這些礦物 就會賣去外國 在礦工做的人 就是有工做 其他是很少工業的 很多東西都是靠入口的 包括就算吃的雞 吃的肉 吃的植物 那些鑽石 那些各樣的菜類 很多都是由南非洲運過來 那他們那些人 有一個相當的percent 是沒有工做 那我自己聽到 我就覺得基督徒 不單止是掛心 這個國家的屬靈方 也都掛心他們那個在經濟上 因為如果是這樣 他們那些人就會沒有工做 譬如有些他們年輕人導入大學 但是都沒有工做的 那我就有一個意念 我說不如我們試著幫你 去做一些可以得的事 那他說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政府也想的 他說其中一件可行的 就是做雞肉牆 雞肉牆就要來 就是他們那些年輕人 有些是願意服侍的 那你就可以在雞肉牆那裡做事 有另外的時間就是服侍主 那他就會養了雞 然後到那一刻就買了它 又養了另一批 然後那些人有工做 有錢 如果不是那些年輕人來到 又沒有錢 就是沒有分到工作 那教會的奉獻 只有一點就要分給那些人 就是很困難的經濟 就是很困難的經濟 那我就 就是本來都沒有想著幫這件事的 那我就放下了七百元美金 就是他本身需要二千元美金 我就給了七百元 我說你其他你自己籌吧 那就是這個都是我們關心 他們本地 他們能夠有他們的事業 那我就說 這個錢呢 將來受一奉獻 那些人做工 受一奉獻就給教會 但是呢 他們賺的錢呢 就要來擴展了 擴展可能第二個雞農場 又可能做另一件事 他們又想做nursery 就是給小孩子 去育兒那些入兒院 那麽就等他有多些不同的入息 那也都將來可以幫助其他的教會 就是原來有些地方 他們不懂得生產 但是中國人 很多中國人去到什麽國家 就很懂得做生意 就是很懂得想什麽方法 你沒有入息的 當然要想入息 當然要開源節流 那麽我一去到 神都給我的意念 一定要跟他們想方法 其實他們都有 然後政府都想過 不過他們不夠錢去投資 政府整個地 是可以做雞農場 不過很多是沒有人有錢 可以開始 因為一開始可能要二千元美金 他們連這樣的錢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貧窮的狀態的時候 就好像越來越窮 我們都為這些國家討告 求主義憐憫 恩代 我們一起討告 親愛天父 我們去到見到不同的國家 見到他們的需要 首先見到很多人說是基督徒 但其實很軟弱 主要求你使用我們去幫助他們 除心愛耶穌 毀身跟從耶穌 不要做軟弱的基督徒 不要做掛名的基督徒 不要在聖放任裡面 以致引致他們有很多的罪 以致神的震怒 臨在他們身上 求主力施恩憐憫 賜給他們悔改的心 亦都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去建立這些的教會 建立這些的弟兄姊妹 建立這些的傳道人 亦都幫助他們能夠 供養我們需要的 這兩個國家 我們去到見到他們 經濟上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們有各方面的困難 主要是耶穌求你施恩憐憫 幫助這些國家 從神而得到神利的供應 有神的智慧 才能善用我們有的資源 我們在外面的基督徒 亦都去關心他們 我們願意付出我們的代價 去關心這些國家 讓他們得到耶穌的恩恬 得到各樣的封誠 叫教會能夠封誠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來得到蓬主耶穌聖明 阿門 阿里路亞 另外一個好 就是這個牧師 他又給我介紹了幾個牧師 你有空就可以去 越整越多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去的時候 是歡喜的 其實我不會去得太多 因為不能夠付出那麼多 可能平均 總之不能夠一個月都可以去 可能強開一下這樣去 但這些國家是很少人去的 而且就算中國人去 多數是幫中國人的 而這些地方不是中國人的 但我去到就是幫他本地的人 因為神給我一個英文可以幫助他們 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有這個心的 以後都可以跟我去 你就能看到這些地方的需要 我可以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